《涉鲁之歌》 《涉鲁之歌》 这首歌呢 是出自地海战记的动画的 那地海战记的动画 不是很有名 但他的音乐却非常有名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音乐 从他的这个片头 应该说 CD 头 一直到 CD 为 每一首都录得非常地好 不管是曲调也好 或录音品质也好 都非常地棒 而其中的这首《涉鲁之歌》呢 更是其中经典的经典 他经典到什么呢 他从我刚来台北的时候呢 那一段时期呢 他就是音响展唱背曲目 一直到现在呢 依然是音响展唱背曲目 那这首歌 他的编曲非常简单 他就是一个 就是能受到贵 就是一个人的清唱 那他就是这样 dA, D 然后呢 这个前面轻轻的这样唱 然后后面声音就拉 dA D dA D Itsu mo Ichi wa De tonde ilu 它就这样轻轻地唱 那星期间唱的时候呢 他的当时的录音呢 他并没有刻意地去把回音取掉 甚至呢 他可能还有一点加强了回音的效果 所以他在唱的时候呢 非常有像是在山谷啊荒野啊 这样一个人在那边唱的那种感觉 那这首曲子呢 对人声的中频跟高频 为什么特别强调高频呢 因为这首歌有非常强的空间感 他对这个人声的部分跟高频的空间感 因为空间感是靠高频营造出来的 是非常大的挑战 甚至呢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 以前很多人问我说 那欧拉利克的那个Vega G2 就是现在的G2.1 加时钟跟不加时钟的差别在哪里 那我之前有讲过 就是像这种有外部时钟的低音 他在加时钟之后 他整体的空间感呢 都会有很明显的差异 而其中呢 我最常拿来测试的就是这首摄鲁之歌 你在没有加时钟的情况下呢 你听起来几乎是没有什么空间感 那些回音啊什么效果 通通都听不太出来 当然你拿来听一些大动态的音乐 比如说像是Handszimmer 那种本来空间感就很好的音乐 都是低频 那你听的还是很明确 可是摄鲁之歌呢 只要你的喇叭的高频呢 就是极高频的部分呢 表现稍微不到位 那不好意思 你的空间感就没有了 你的DA的解码能力 他的整体的类比放大的部分 没做好那还是不好意思 他的空间感就没了 所以呢 在这首曲子呢 你除了听到他的人唱歌的那个定位跟口音 非常清楚之外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 他唱歌的时候 他能不能让你展现出 声音飘散在空气中的感觉 这首曲子不论是B&W或者是Fyne 都会可以展现出非常好的空间感 主要就差在人声解像的大小 B&W解像比较小 但是Fyne因为他号教喇叭的特性 他的结像会比较大一点 主要差在这个地方 不过呢 这次要比较特别注意就是 在音响展量的会场 因为人太多的话 他通常高频会被吸收掉 所以可能空间感听起来就没有那么清晰 那这个部分呢 就可以等之后 我们那个SALON 如果有摆Fyne的喇叭的时候 大家可以在我们SALON听看看 他的空间感真的非常的棒 这一次音响展 我们的这个入民的活动 已经可以报名了 这边有QR Code 资讯里面有链接 你直接点了就可以报名 那如果说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 你已经仍在音响展会场 那也不用担心 你直接到我们入民 我们现场还是可以结账 只是如果没有位置的话 你就得站着听 那至于音响展的部分呢 那就不用特别报名 因为我们就在那个 原山大饭店的V105号房嘛 你买票直接过来就可以了 那至于详细的活动内容 时间 群目还有讲座的时间呢 通通都公布在我们入民的 这个IG跟Facebook上面 所以你可以少这边的QR Code 直接加入我们的社群 就可以看到啦 那就期待在现场见到大家啰 H autisticaciones 就是一样的 我们在下 зад地里 YES 是 也 这 瓦 我 你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